你们这是什么态度 老太太和娄若依都没反应 而沈凡星坐的方向正面对餐厅门口 直面看着老爷子 秀美中带着几分冷漠和讽刺 你看什么 觉得谁都向着你 很得意是不是 你想多了 我刚刚只是在讲宝宝的名字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伯家的子孙名字 还轮不到你说了算 砰的一声巨响 一个青花瓷碗 在伯老爷子脚下栅然碎裂 你说的话简直就是混账 你 你疯了 你脑子才有问题 什么叫你伯家的子孙 轮不到樊兴说了算 谁是你伯家的子孙 没事来这儿刷什么存在感 你自己招人嫌你不自知 还觉得自己挺有优越感的是吗 滚回你的伯宅 耍你的大男子主义去 他们恭维你把你当个人看 我们可没有这个义务 这里的人哪个和你有半毛间的关系 你没事找事来这儿找刺激 你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是不是 你 你真是好 好得很 他 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景川的 那是我伯家的子孙 少给你自己脸上贴金了 景川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的孩子就是你伯家的子孙了 你不是很厉害吗 有本事把伯景川赶出来 你有本事也自己给伯家生个增孙 这里没什么你要的伯家的子孙 你 你坚持 滚 老爷子现在站在原地吹胡子瞪眼 连个台阶都没得下 还愣着干什么 处在那当障碍物吗 我告诉你 伯启风 你把伯家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可以 我做不了你的主 但我绝对不允许 你从任何方面 消耗我尊子的人生 你回去好好守着你的博士财团吧 我们这些人活该一生碌碌无为 平庸无能 你们几个女人 能一生碌碌无为 平庸无能 简直就是自私 你又怎么能确定 男人也是这么想的 要什么没什么 男人又怎么让你们过得碌碌无为 平庸无能的生活 你是你太愚蠢了还是太天真呢 把这个世界想得这么美好 没有财权 哪里来的岁月静好 想没想过男人的尊严 想没想过 他们也有自己的野心和抱负 金川为了他 放弃了博士 现在 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他议论纷纷 嘲讽 嘲弄 想想以前 谁敢这么说他 不会什么 ivities